關注的是在美股跟台股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禮拜 美股跟台股都是出現了回檔修正的情況 那麼大家都在等的就是在美國 到底這個通膨的情況 是不是越來越趨緩了 我們要請教這個停號 美國在今天就會公布 CPI剛剛看到中國大陸是通縮 那既然美國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通膨到底有沒有越來越改善的情況 現在來看7月份年增變高 是因為去年7月份的激期 已經開始有一點慢慢下滑了 所以這個時候按照基期效果而言 他本身而言就容易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年增效果 但現在的問題在於 如果每個月還在零點二的話 這說明6月比5月貴 7月又比6月貴 所以大家的通膨感受能力才是真的 所以要看月增是比較準確的 比較能夠形成内心的感受程度 年增這個時間點跟去年 看去年的基期 時間timeline就拉得有點長 所以現在真正的糾結點在於哪裡 在於這一次原物料價格上漲 對於通膨的拉抬作用有多明顯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如果以核心通膨來看 工資其實已經在高位震盪了 房租價格也開始停止衝高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很合理的判斷 核心通膨也差不多要見頂了 可是核心通膨見頂的時候 這個時候原物料價格就開始起漲了 所以商品價格會不會受到衝擊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 最近歐洲天然氣價格是暴漲了40% 直衝今年元月份的高點 雖然跟去年烏俄戰士打仗的那段時間 有一段落差 但漲幅逝成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拉抬效果 那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通常由大宗資產所引起的價格上漲 它第一波傳導的是PPI 也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因為生產者現在所運用的電力 成本原物料瞬間會提高 大概隔個一到兩個月度 才會轉交到CPI 也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身上 而這一次CPI和PPI是同時公佈 所以就算CPI沒有大幅的超越預期 但是如果PPI超乎預期 就說明8 9月份的通膨 很有可能會失控 汽油價格也是一樣的 我們最近觀察的套是 美國的原油期貨價格在衝高 大家心裡就想說 原油期貨價格衝高 不一定對於汽油價格有影響 因為你看當時烏額戰生 原油沖沖沖沖的非常高 可是汽油價格 卻是反映的相對比較慢 為什麼呢 期貨本來就是自由博弈的效果 波動就比較大 但汽油它會反映中長期的趨勢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可以觀察到 在整個七月份 美國AAA汽油價格 每加輪的部分高速的上漲 可是高速的上漲 相對於平均值 就是去年的表現 它還是一個基期相對比較低的水位 什麼意思呢 就是即便七月份漲這麼多 從年增的角度還是負值 還是比去年的同期來的低 可是在八月份 這個現象才開始反轉 也就是現在八月份的油價 是比去年八月份的油價來的貴的 這說明一件事情 可能七月份CPI 我們是看不出來汽油價格 導致原物料價格或者CPI價格上漲 因為七月份從年增角度 還沒有大幅的拉抬 一直到八月份才形成這個黃金較差 什麼意思呢 大家不要覺得這兩件事情 就會直接影響到七月的CPI 這兩件事情都是在影響 八月份和九月份的CPI 這個是大家來關注的 很多人說 可是現在至少從原油汽油價格 它的絕對高點就在那邊 它至少不可能形成停滯性通膨 的確從汽油價格 高點的確是很遠 現在在這邊 美加倫大概三點八二美元 可是跟歷史均值比較起來 它也是一個相對貴的水位 所以如果沒有持續的向下 反而持續的攀升 就保持在這個積極震盪的話 那通膨的僵固性就會來得更高 那很多人說 反正拜登已經遇到總統大選了 接下來倒數幾個月了 倒數一年 那有沒有可能這段時間 他就持續的進行 原物料資產的打氣 所以你不要妄想原油價格 有任何的拉抬作用 也不一定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美國其實早在整個2022年 就大量的進行 戰略原油儲備的釋放 它不斷的把石油進行拋出 所以你看到下行幅度 已經低到1984年的水平了 非常低 所以從國防的角度來看的話 美國是有立即需要 緊急回補戰略儲備原油的需要 所以你說跌到這個位置 它會不會繼續跌 從戰略的角度而言 照而言 國防部應該要盡可能地 開始進行新的原油儲備了 所以原油的購買和買盤力道 不會因此而減弱 所以種種跡象都表明 第四季 基本上通膨的問題 還是非常之嚴重 我們過去一次 跟投資朋友分享 我自己的觀察是 美國今年勞動力市場 太強勁了 沒有衰退的問題 沒有財報衰退 也沒有消費衰退的問題 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通膨下不下來的問題 所以第四季的決戰點 聯準會的談話 衰退並不是最大的重點 重點對於通膨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在於 聯準會升息升到這邊夠了嗎 對於通膨有產生抑制效果了嗎 目前的基準利率是5.5% 但是你可以觀察到 目前的通膨率大概還保持在3% 核心通膨還有4.8% 所以的確你現在把錢放到 聯準會拿到的利息 已經能夠跑贏通膨 但問題是 現在原優價格慢慢的起漲 那如果現在是3.3 你每個月就0.2% 0.2到0.3的速度 到8月份就3.5 然後3.7 按照基息效果 因為去年第四季 通膨是越來越下滑的 那這個時候 你按照基息效果 今年就 第四季就很容易推升 所以從年政率的角度而言 今年下半年 聯準會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緊縮 政策放還的必要性 甚至九月份再多升息 都是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 因為通膨才是聯準會的第一要務 經濟衰退反而不是 好 不過我們要再請教廷 如果說通膨的問題 還是居高不下的話 那麼對股市的一個影響 在最近整個股債 是有出現分歧的情況 到底美國股市的後市 你的看法還是比較偏多嗎 對 一直都是 始終如一 對對對 感情始終如一 不過可以觀察到 市場就沒這麼明顯了 市場你要說極度看空也不是 你要說極度看多 肯定也不是 目前不管是股票之上 還是債券之產 都屬於很明顯 在懷疑中成長的態勢 怎麼說呢 你可以觀察到彭博士 在這個禮拜所進行的最新統計 主要是針對衰退的問題 來做一些觀察 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聯準會 陸醫師聯準會分行 最新的GDP鬧的模型 已經預估今年第三季GDP 大概3.9%的季政府 衰退我們講說 連續兩個季度要復增長 今年是不會衰退的 因為第三季度已經來到3.9% 一二季度正成長 今年不會衰退 現在問題就是 你認為還會不會發生衰退 你可以觀察到 我們就看兩項 35.6%的人認為 會衰退 發生在2024年的一季度 很快 今年第四季過後 明年就要衰退了 不是衰退不會發生 只是晚了一個季度來 可是有另外35%的人認為 明年一直到2024年 總統大選之前 都不會衰退 市場針對衰退 是產生嚴重分歧的 如果你嚴重分歧 大家對於股票和債券的投資 邏輯就完全不一樣 你會認為會衰退的人 目前正在緊急的布局債券 為什麼 股市要崩跌了 這個時候避險資產會值錢 你認為不會衰退的人 目前正在大量的 進行股票資產的部件 為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 連綜合利率還會保持高很久 要抑制通膨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足以說明市場對於股市 是處於相對分歧的情況 可是你說不對 股價過去怪力拉得那麼高 現在應該已經算是偏樂觀了 我們按照美銀金銀經理人 針對願不願意進行股票 持倉意願的投資比例 可以觀察到 的確在當時六月份 AI行情大火的時候 的確這一波指數 曾經衝到50%以上 有50%以上的人 願意針對科技股來進行持倉 但是很快在七月份 就開始向下了 最近又開始反彈 但是還在36%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從去年2022年10月份 低點以來 市場都是偏恐懼的 市場只要偏恐懼的方向不變 股市往上的方向就不會改變 也就是什麼意思 市場現在老實說 還是有點啪啪的 36% 那說明大多數人 還是不願意買股票的 或者寧願等他有回檔 再來做部件 市場共識一致的時候 不是大漲就是大跌 市場現在不只是股市債市 都不一致的時候 那這怎麼辦呢 就盤 盤到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個財報 有一項聯準會的訊息 讓他分出明顯的方向 那這個訊息 第一 有可能是今天晚上的通膨 第二 我個人認為從財報面來看 就是8月23號即將公布的回答 他開了第一槍 那你就看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如此的 亮麗之表現了 到時候再來跟投資朋友 做一些分析 好 剛剛庭浩在我們看到 在最近整個股债市場 出現分歧的情況 整個8月份的行情 目前來看 可能會是非常的一個膠著 中國宣布開放旅行團 到日本去旅遊 要請教這個庭浩 接下來會有大批的 中國團客到日本去 對日本的經濟會有幫助嗎 我今年4月份的時候 有去日本考察一下 不過先說 那個時候人太多 人超多 所以我排隊要進去入關的時候 排了三個小時 差不多 公是台灣人就已經這麼多 暑假更誇張 更何況現在如果是 中國如果開放跟團 然後進入到日本的話 那人數的壓力會有多大 不過要關注 其實它不只是針對日本 本身對於南韓 美國 英國 總共有78個國家 都開始恢復中國公民的 出境跟團旅遊 但是不包括台灣 先聲明一下 但我們可以了解到 就日本的觀光業 其實在過去兩年 復甦情緒是非常快的 可是即便它在復甦 它也只是復甦 而不是超越前高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回來的人 相對於前兩年變多 但是跟2019年比較起來 還是少 還是少 而少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中國在過去兩年仍然實施 相對的出境管制 那你可以觀察到 如果以仿日的外國人 在日本的旅遊貢獻來看的話 每年大概是250萬到300萬人左右 在19年以前 那21年到22年 幾乎是沒有任何人來的 那現在來觀察 由於台灣和韓國 人數大幅度的提升 已經回到200萬了 過去中國每年 進入到日本的旅遊人數 大概是50萬到100萬人 所以如果完全回歸的話 那就有機會突破新高了 所以我們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觀光業 其實在過去兩年當中 全球都只是用復甦的角度 而並不是報復性的創新高 這是值得觀察的要點 以中國來看的話 在今年6月份 總共人數也才20.8萬人 而且大部分都自由性 因為還沒辦法跟團 那韓國和台灣的部分 分別是54萬人和38萬人 都比中國人數還要來得高 但是你也可以觀察到 不管是中國 南韓 台灣 香港 本身跟19年6月份 來進行比較 都是屬於年減的 就是就算有再多人進來 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 沒有回到19年以前的水平 所以這次要看一下 中國這次一開放 順不順勢的 可以讓日本的觀光業 完全的打開 好 那我們可以理解到 日本觀光業大好的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日幣貶值的壓力 持續在擴大當中 這一次極確 雖然在YCC曲線上 有一種變相升級的感覺 但對於日幣的拉抬作用 老實說並不是特別的顯著 日幣仍然目前 從匯價來看的話 仍然處於相對疲憊的階段 那日幣走貶 雖然有利於日本的出口 也的確在過去一段時間 讓日本能夠刺激消費 我們可以觀察到 日本的CPI 已經來到3.2 比6月份的美國CPI高 日本現在長期通俗的經濟體 是比美國的CPI來得高的 這說明一件事情 它的確點火成功 可是它點火成功以後 日本的實體購買力 或者經濟能力 真的有變好嗎 首先從購買力來做減速 從購買力來看的話 市場上很明顯是不滿意的 為什麼呢 你可以觀察到 岸田文雄最近的政權的支持率 很明顯又形成了死亡交叉 也就是不支持率 再度的超過支持率 說明一件事情 即便你的出口變好 CPI能夠有所提升 但是觀光人數即便再回來 你都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日本人賺到的實質購買力 並沒有因此而增加 只是因為貨幣貶值了 所以造成總數目變多 但是實質上的輸入性通膨 仍然居高不下 所以我們還是值得觀察 第一次其實直聽河南 日本央行的行長 也特別提到了 日幣沒有一定要 長期續貶的壓力 只要它在經濟上 已經點火成功 隨時都有可能採取 本輪降息循環的結束 甚至有可能進入到升息循環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觀察到 日本的貨幣政策 做了30年 寬鬆了30年 終於在2023年發揮了效果 但它當它發揮了效果 也是時候來暗示 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寬鬆政策 逐步退場了